大家好,可以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们解决了单项资产收益风险如何计量 这节课我们来看资产组合收益和风险如何计算 先来看组合的收益 教材给出来了证券资产组合预期收益率这个公式 RP代表的就是组合的预期收益率 然后RJ代表的是每一项资产 它自身的预期收益率 这就是之前我们讲的期望值 针对于一项资产 它的收益率就是一个收益率的期望值 后边这个A代表的是 这项资产占整个组合的价值比重 所以针对于组合的预期收益率 它就是一个加权平均 按照价值比重加权平均 我们带入这个例子 某投资公司一项投资组合当中 包括ABC30股票权重 分别是30% 40% 30% 那对应这三种股票预期收益率 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单项资产 它的收益算的就是一个期望值 A是15% B是12% 然后C是10% 整个组合我要算预期收益率 A它的比重乘以A对应的预期收益率 B的比重乘以B的预期收益率 C的比重乘以C的预期收益率 算出来是12.3% 所以单项资产这个收益啊 它是加权平均 但是是按照概率加权平均 等于每种情况有一个收益率 然后呢 每种情况的收益率 按照概率加权平均 比如说A 好 中 差 不同情形 不同情形呢 有概率 然后呢 每种情形下都有收益率 那现在啊 我单纯算这一项资产收益率的时候 本质上是一个期望值 按照概率加权平均 到组合算预期收益率的时候 你A本身就是按概率加权过了 然后B的也是这样的A 乘以它占的比重 加上B乘以它占的比重 这样就算出来整个组合 它的预期收益率 好 这样呢 整个啊 资产组合 收益这一块我们就解决了 接下来我们看资产组合的风险 我先不讲公式啊 我也帮着大家理解 未来我们要解决问题的重点 咱们呢 做一个思考 既然你刚才算组合的收益 就是按照比重加权平均 那现在我算组合的风险 能不能也这样做 因为收益和风险 它两者不是同比增加吗 我要求的风险 我面对风险越大 我要求的收益越高吗 好 那我能不能风险这一块也这么做 咱们先尝试一下啊 假如说两项资产 资产一资产二 资产一对应的标准差 Sigma一 资产二对应的标准差 Sigma二 那如果我求这个组合 它的标准差就应该是 Sigma一乘以第一项资产占的比重 加上Sigma二乘以第二项资产占的比重 如果是组合的方差 就应该是标准差 组合的标准差求出来之后 我再把它平方就可以了 这样做行不行不行 为什么不行 没有考虑你这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 分担风险这个问题 回忆一下啊 我们在讲风险与收益最开始的时候 谈我们关注的风险是什么 你现在投资股票 我们投资多项股票 最终关注的是你要面临的风险是多少 我投资于不同的股票资金 你就可以看成是鸡蛋 然后呢 你投资于ABC各支股票 你就可以看成是篮子 那我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是可以分散风险的 你单纯的进行价值比重加权平均 你可没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接下来啊 教材给这个公式当中 它肯定有一项是会反映 各项资产之间的关系 因为你各项资产之间 他们的波动性不一样 简单来说 各项资产啊 波动性不一样 就会产生这种波动性的抵消 就会抵消风险 你各项资产 如果本质上波动性是一样的 我就可以看成是一项资产 那就不会分散风险 所以给出来这个公式当中 大家会看到这一项 这一项叫斜方差 咱们先简单解释一下它 斜方差怎么算呢 比如说两项资产 J和K 后边这两项我们都认识 不就是这两项资产 J它的标准差 K它的标准差 这两个相成吗 前面还多了一个相关系数 这个相关系数体现的就是 这两项资产它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接下来我再去求这个啊 收益率标准差 组合收益率标准差的时候 一方面呢 我要看它占的价值比重 另一方面呢 我还要看那这些资产之间 两两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两个因素我都得考虑进来 你看刚才我只是按照价值比重 加益平均 你没考虑它吗 那真正算的时候呢 价值比重要考虑进来 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也要考虑进来 好 咱们先来看这个公式啊 这公式看起来有点复杂 其实啊算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前面俩这是连续求和 然后A呢 刚才咱们说了 A谈的就是比重 价值比重 后边这是斜方差 那如果是两项展开会是什么样 如果只有两项啊 咱们只把根号内的展开啊 这个如果两项的话 你这样展开 这第一项J我就认为是1 J是1 然后呢 K可能是1 可能是2 就带到这个式子里 最前面呢是A1 这是J等于1 然后呢 K等于1 所以是A1乘A1 然后这个斜方差不是等于它吗 拿过来啊 斜方差 第一项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是1和1的相关系数 所以是相关系数 1和1 其实本质上就是1 一项资产和它本身之间啥关系啊 那不就是一样吗 完全一样啊 我们就用1来表达 然后 还是J等于1 但是K变成2 后边相关系数是1和2 相关系数 然后是S1S2 接下来呢 是J等于2 J等于2呢 K等于1 这一项 然后呢 J等于2 K等于2 这一项 接下来可以合并 前面这第一项 A1乘A1 这不就是A1的平方吗 然后呢 相关系数1和1 那对应也就是等于1 自身和自身 去比的话 相关性就是1 然后 S1乘S1 对应呢 就是S1的平方 1这项资产 它波动性啊 我们算出来这方差 然后再来看第四项 第四项呢 同样道理啊 A2乘A2 A2的平方 2和2的相关性 是1 就不用写了 然后S2乘S2 S2的平方 然后这第二项和第三项 我们其实可以合并 因为什么呢 你看前面这是A1乘A2 A2乘A1 这是一个意思啊 你A乘B和B乘A相等了吗 后边呢 这相关系数 1和2和2和1之间的关系 那这俩也是一样的 所以啊 我们把第二项和第三项 就可以合并一下 这样呢 刚才四项 现在就成了三项 这就是根号内 我们得到一个结果 这是针对于两项展开啊 也就等于两项资产 构成的资产组合 我们要算方差 就应该等于它 不等于我们刚才 推导出来这个结果 你推导出来这个结果 和这个结果相比少了它 推导出来的结果呢 你把这个Sigma1A1 看成整体A 这个Sigma2A2 看成整体B 这就是A加B的平方吧 你把它展开之后呢 应该是A1方Sigma1的平方 加A2方Sigma2的平方 然后加上2倍的A1A2 Sigma1Sigma2 刚才咱们没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啊 教材给出来的公式 一方面考虑比重 一方面又考虑相关系数 又考虑资产与资产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是多项 多项的话 按照刚才咱们的方式 首先呢 这等于1 然后我就看一共有多少项啊 接下来我看K K呢 可以是1 可以是2 是3 是4 你有多少项 这就多少个数 这第一行就多少个数 然后呢 这等于2 然后你看 K可能等于1 2 3 4 同样道理一下展开 展开完之后呢 就形成一个矩阵 那这个矩阵当中 我们看谁占主体地位 考试的时候 肯定不会让你算这个东西啊 我们就看谁占主体地位 好 那对角线代表的就是方差 接下来呢 大部分都是协方差 而且呢 你投资 这个资产越多啊 这股票越多 对应谁的比重越大啊 你资产组合包含资产越多 协方差的比重 就越大 这说明你投资资产越多 你这个就要考虑 这些资产之间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如果只有两项的话 那对应呢 这是方差 这是方差 这是协方差 这是协方差 但是呢 你矩阵越来越大 协方差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所以啊 组合当中 这协方差比方差更重要 好 这是教材给出来的这个公式啊 那刚才咱们也讲了 针对于这个组合 我要求它的标准差也好 还是方差也好 我必须关注啊 这个组合当中 各项资产 它们两两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果它们不一样 我就可以抵消一定的风险 但是什么叫不同呢 咱们要定义它啊 相同 这个大家好理解 你如果A和B 都是这某家公司 比如说啊 是假公司 我买A 也是假公司的股票 我买B也是假公司的股票 那本上来说 我买的还是假公司的股票 那我就买这一只股票 我的积攒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肯定不会分散任何风险 这个我理解啊 那什么是不同呢 我们关注的是收益的波动性 我们看是波动性到底是不是不同 而不是关注他们这个数值 是去除掉数值的 咱先简单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 那什么叫我们关注波动性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不去看数值 剃除量纲啊 A B 这是两只股票 有一个是假公司 一个是乙公司啊 但是呢 这个假公司A股票呢 它是十元美股 B呢 是一元美股 看起来不一样吧 但是这两者波动性是一样的 你数值是不一样 但是波动性一样 说涨10%都涨10% 说跌10%都跌10% 那本质上来说 我从风险的角度去看他们 他们是一样的 你现在十个B就等于一个A啊 所以咱们看这不同 我要的是波动性是不同的 这两项资产它本质上收益率的波动性不一样 我们才能称之为他们真正意义上不同 所以咱们现在关注啊 在算这个组合 收益率标准差的时候 我不要关注它 关注这斜方差 那接下来咱们就看看 斜方差是什么 斜方差 它就要表达这两个维度 看波动性之间的关系吗 刚才咱们说什么叫不同 两项资产 这两个篮子 它是不是一样 我关注的是它最终波动性 是不是一样 那咱们的斜方差 就是关注这两个维度 波动性之间的关系 好 咱们举例子啊 比如说一个维度呢 我说你看成是 A这项股票 或者说这项资产 它本身收益率的波动性 这是B股票收益率的波动性吗 咱们看他们两者之间啊 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咱们举个例子呢 A就是老板给你的薪酬 B就是你对公司的贡献 那现在呢 我把A表达出来 把B表达出来 画出来 现在老板给我的薪酬 我取三个点啊 1-2 1 这三个点 就是说这三种情况 出现的概率都是一样的 都是三分之一 那数值我也知道了 我能不能算出来期望值 能 好 这第一个维度的期望值就是零 然后我对公司的贡献 也能算出来 这个期望值也是零 三个点 10 10 负二十 那对应出现概率一样的话 好 这个期望值也是零 那接下来我计算斜方差呢 其实本质上啊 我要算一个期望值 这里边是你第一项资产 你看第一个点啊 你第一个点 这一项资产 他在这个点的情况 一减去整个这一个维度的期望值 就等于一减去零嘛 这块咱们算出来 这是零 一减零乘以右边这第一个点 10减去右边整体的期望值零 这俩相成 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还有第二个点 加上啊 第二个点是负二 左边负二减去期望值 减去左边整体期望值乘以 右边第二个点 减去右边整体的这期望值 然后加上第三个点 因为啊概率都是一样的 所以直接除三 算出来是二十 那这个协方差算出来 是正代表什么 是正代表呢 这两个资产的波动性 是正相关的 大家降往下走 下行都下行 上行都上行 如果是负代表呢 两者就不相关了 两者呢 一个上行 一个下行 好 这就是协方差 但是协方差也有它的问题 你看协方差啊 咱们在算的时候 教材给出来的公式呢 前面是一个相关系数 然后乘以 这一项资产的标准差 另一项资产的标准差 那协方差这个整体上 有啥问题呢 整体上的问题就在于啊 它是包含了量纲的 就像刚才咱们说那两只股票 一个十块每股 一个一块每股 它是带着这价格 带着这量纲的 我本质上要想看能不能分散风险 我其实不用看量纲吗 我看的就是它本身波动性的形状 是不是一样吗 那咱们来看协方差啊 它有什么问题 现在呢 三个维度啊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这俩维度之间 协方差算出来是二十 这俩维度之间 协方差算出来是两千 你看起来 它们这协方差是不是不一样啊 你看起来一和二的关系 然后二和三关系 它们这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样的 你就可以推出 一和三之间的关系 这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包含量纲 我要把量纲剔除掉 我只看波动的形状 这十啊 这一百啊 这一样 我不看它 我仅仅看波动形状的话 它们应该是一样的 你如果是对应这三项资产 收益率的波动性 那如果从风险的角度来看 你同时投资这三项资产 没有任何风险分散的效率 就相当于 这第一项资产一块钱 第二项资产十块钱一股 第三项资产一百块钱一股 但是呢 说上升百分之 大家都上升百分之十 说下降百分之五 都下降百分之五 那其实你投这三项资产 就等于投一项资产 你一百个一 就等于一个三嘛 这就是斜方扎它的问题 所以真正我们去看 有没有这种分散风险的效应 你关注的是相关系数 我要把量纲剔除掉 这样就涉及到相关系数啊 咱们再简单理一下这个思路 组合收益 我们是按照价值比重 然后价权平均 但是组合的风险 你不能单纯这么做啊 因为组合风险的话 你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一个是每项资产价值比重 一个是各项资产之间的关系 而且这个关系是什么 是只看波动性 不看量纲 那整个这个波动性 怎么衡量呢 就是看波动性是不是相同啊 这两个资产 波动的形状是不是相同 我就看相关系数 所以我现在要衡量 这资产组合的风险 或者说我要看我投资 这资产组合会不会降低风险 分散风险 我关键看谁啊 看它相关系数 所以咱们现在啊 就谈到相关系数这个问题了 那根据刚才斜方差的公式呢 可以得到相关系数 刚才斜方差啊 斜方差用COV来表示 XY呢 就等于相关系数 这两样资产 X和Y的相关系数 然后乘以一个X 它的标准差 再乘以Y它的标准差 那对应我可以把它求出来吗 就等于斜方差除以 这俩挪过来 那这俩挪过来 本质上代表什么 代表我把量纲剔除掉了 你本身斜方差 既代表这个方向 或者说既代表这种相似程度 又代表量纲 我现在把量纲剔除掉 就只看这两者是什么关系了 就相当于一个玻璃球 和一太阳 咱们现在把量纲 大小这个问题都剔除掉 我看它俩是一样的 都是球形吗 咱们现在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 就看两样资产 它是不是波动性是一样的 那现在这个波动性 或者说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会有什么关系 你剔除掉量纲 无非走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完全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完全不一样 你不考虑大小的话 就只会从形状角度来看 就是这两种关系 所以它取之范围呢 就是从负一到正一 正一代表两项资产 它们呢幅度是一样的 波动的幅度波动的方向 都是一样的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两个资产 我就可以看成是一项资产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 A和B那两只股票 一个一块 一个十块 但是说涨都涨 说跌都跌 而且说涨10% 都涨10% 说跌5% 都跌5% 本质上这两项资产 它就是一项资产 这种情况下 就不存在风险分散的效应 相关系数等于一 不分散风险 那相关系数 是负一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方向啊 它正好相反 幅度也一样 但是注意啊 虽然是这两个波动性 完全相反 方向也相反 幅度也相反 并不代表说 你就没有任何风险 你如果没有任何风险的话 你最终会怎样啊 你可能得到一个 无风险的收益率 我们这儿啊 谈这分散风险 也不是说 把所有的风险都分散掉 也是把能分散的分散掉 你不能分散的 分散不掉 因为你本身 你投资这股票 它就在资本市场当中 你本身就在一个 有风险的大市场当中 去进行投资 你再怎么抵 你还是在这个大市场当中 你还会承担 整个大市场的风险 所以这儿完全负相关 虽然代表呢 分散风险效果最强 但是也不代表啊 这最强不等于风险为零 这个等会儿我们会讲这个问题 好 那接下来看正相关 零代表的就是方向 只要是大于零 就代表两者啊 方向这是一样的 你如果是大于零 小于一 就代表两者方向一样 但是幅度不一样 比如说啊 都是上升 但是一个上升10% 一个上升5% 那如果是小于零 但是大于负一呢 代表呢 方向相反 幅度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上升10% 一个下降5% 如果相关系数等于零 代表两者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找不着两者之间的这种相关性 好 这就是相关系数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教材给的这道例题 我们算一下两项资产 他们对应的这个风险 比如说标准差到底该怎么算 A证券期望报酬率10% 标准差是12% B证券期望报酬率是18% 标准差是20% 那现在假设呢 这个等比例投资于两者证券 就各占50% 期望报酬率 我们就按照价值比重啊 各占50% 去进行加权平均啊 10%A的期望报酬率 乘以50% 乘以他占的比重 B呢 期望报酬率18% 乘以他占的比重 算出来14% 那接下来我要算 你构成的这个总和 最终标准差是多少 就要给我相关系数 如果相关系数是1 那其实就是算一个 加权平均 你将各 这两项资产 它各自的标准差 简单进行一个 加权平均就行了 而且呢 他占的权重都是50%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简单的算术平均了 就是拿12% 加上20% 然后除以2 那就是16% 这儿啊 解释一下 怎么又成算术平均了 相关系数等于1 你就等于不考虑 我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 分散风险这件事了 那就只看比重嘛 相关系数等于1 就只看价值比重 根据价值比重 加权平均 但由于呢 大家都各占50% 各占一半 所以就直接成了一个算术平均 就相当于 其中一个乘1分之1 另外一个也乘1分之1 那不就相当于 这A乘1分之1 加上B乘1分之1 不就相当于算术平均 A加B除以2 那如果相关系数呢 是0.2 不等于1 刚才说了 就可以分散风险 好 那带入这个式子啊 带入这式子当中 带入我们教材之前 给的那个公式 算出来这结果呢 是12.65% 这样就说明啊 相关系数 只要不等于1 记住 就说明两项资产 不一样 你只要两项资产 不一样 就可以分散 风险 那如果说相关系数等于1 就说明了两项资产 一样分散风险 这件事我不考虑了 那就变成了 按照价值比重 加权平均 相关系数 如果等于负1 这个分散的效果 是最强的 注意啊 分散效果最强 不代表风险是零 刚才咱们解释了啊 因为你再分散 你也是在整个市场当中 整个市场 整个股市它也是有风险的 所以你不可能把风险分散为零 只是能分散的分散完了 不能分散的 它还在那板 这等会我们会讲 哪些能分散 哪些不能分散 这样呢 我们就谈到了相关系数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相关系数 对应的这道多选题 市场上有两种风险证券 XY 下列情况 两种证券组成的投资组合风险 低于两者加权平均风险 那对应这道题 其实就判断相关系数 如果说相关系数等于一 没有风险分散的效应 所以组合的风险就是两者 风险按照加值比重加权平均 只要不等于一 组合的风险就低于二者 加权平均风险 这个加权平均是按照 价值比重加权平均 那A选项相关系数等于零 B等于负1 C等于0.5都不等于1 所以ABC 就是我们要选的选项 D的话 相关系数是1 那它的风险就是两者风险的 加权平均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现实当中的问题 我们讲到了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呢 它主要是判断两项资产 是否从本质上 或者说从风险的角度来说 是否相同 它想表达这个 如果说相关系数不等于1 两项风险呢 不同就可以分散风险 但是讲到这儿 对于我现实来说 并没有太多指导意义啊 为什么 我知道我同时投A和B 构成这个组合可以分散风险 但是你各投多少 我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A全部投 B不投 还是A投90% B投10% 所以啊 我们要讲两样资产的 机会级 进而讲 有效级 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先从最笨的方法开始 从A投100% B投0% 这是一个点啊 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把不同的这种比例组合呢 一个点一个点 我都画出来 比如说我画出来了10个点 我把这个10点连起来 就形成了这条线 从点1到点3 这个线代表各种情况 各种情况不就各种机会吗 所以点1到点3 这就是机会级 投资两项资产的机会级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啊 这整个机会级 是不是全都有效呢 并不是这样 咱们来找一个点啊 比如说这个点 这是点4 横轴是标准差 咱们之前讲过标准差 标准差 方差 这衡量的都是整体风险啊 好 这是点4 它横轴对应 比如说这是11吧 然后再来看纵轴 纵轴对应期望报酬率 好 那期望报酬率 比如说也是11 那点4和它同风险下的 还有一个点5 点4和点5 横轴对应都是11 风险都是一样 但是点5呢 明显它的期望报酬率更高 比如说是14 14% 那你会选谁啊 我肯定不选点4 我选点5啊 所以仔细分析 这两项资产的机会 你会发现 好 这一段 这是无效的 我不会采取这样的投资组合 所以从点2到点3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级 你真正投资的时候 在选择的时候 只会从点2到点3 这部分去选 所以这部分称之为是有效级 1到3 这是机会级 咱们就明白了 这机会级和有效级 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接着啊 我们看 那曲线为什么化成这种形状呢 其实和相关系数有关 如果相关系数小于1 可以分散风险 分散风险代表什么 代表组合的风险 是不是变小啊 那你整个横轴是标准差 它代表风险 如果说相关系数不等于1 分散风险 它应该是往右还是往左 往风险小去偏移吗 所以往左偏 相关系数不等于1 然后呢就会向左偏 那这个偏离的幅度 就看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越小 我越向左偏 那如果说相关系数等于1呢 就等于不存在这种 风险分散的效应 你不存在风险分散的效应 它就是一条直线 就是从A到B 这条线 A到B 这就代表了相关系数等于1 没有任何风险分散的效应 这样呢 通过机会级有效级 我们就结合之前说的 这相关系数 绘制出来了 或者说相关系数不同 这整个机会级有效级 它是如何变化的 好 那教材给出来了 如果相关系数等于 就是这条线 没有任何风险分散的这种效果 相关系数如果是0.5 这是向左偏一些 如果是0.2偏 那就更狠 越小偏离呢 就会越明显 极端一点 如果是相关系数等于-1呢 就变成这样一条线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多项资产 刚才谈的是两项资产机会 及有效级啊 那如果是多项资产呢 刚才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有效级 对吧 有效级是从0.2到0.3这一段 意思是你真要投资的话 你这个组合怎么安排啊 你从0.2到0.3 这都是有效的吗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吧 刚才咱们不是 你只讲到相关系数 没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现在我就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段都是有效的 你都可以选 那如果是多项资产呢 同样涉及机会及有效级 你想想单线 这个两项资产 它是一条线 那如果多项资产呢 很多线组合在一起 不就形成一个面吗 接下来我们就讨论 多项资产的机会及有效级 首先多项资产的机会级 它肯定是一个面 因为你两项的话是一条线 多项形成这个面 好 那形成这个面 就阴影部分啊 这个面 那这个面 它不是都有效 我现在要找的应该是这一段 比如说啊 这是点一 这是点三 从点一到点三 这才是有效级 如果我找这阴影当中 其中一个点 比如说这个点 这是啊 点四 那对于点四来说 我们做一条啊 针对于这个横轴的 这条垂线 针对于点四来说 上面这有一个点二 点二和点四风险一样 点二的期望报酬率 肯定要高于点四 那我肯定不会选点四啊 我选点二 总之我选的这个点 都是什么 都是有效级 从点一到点三上的点 这是啊 我们谈多项资产的有效级 它还是一条无线 那如果是多项资产的机会级 它就变成了一个面 那这样呢 我们就清楚啊 你多项资产机会级和有效级 那现在我们看两个点啊 一个是点一 一个是点三 这两者等于是两个极端啊 点一是最靠左的这个点 等于点一是风险最小的点 然后点三呢 等于是风险最大 同时又是期望报酬率最高的点 我现在汇制处点一到点三 这一段呢 全都是有效级 你可以在上面选 你如果不喜欢风险 那你就选点一 这是啊 方差最小的组合 或者说标准差最小的 然后如果说你偏好风险 你希望收益高一些 你就选点三 这就帮助我们做出决策嘛 你这个组合哪一些是有效的 跟你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条线 资本市场线 这资本市场线啊 是我们这一节考察的一个重点内容 资本市场线又解决什么问题 你刚才啊 我们已经汇制出来了 这一条有效级了吧 但是你这个有效级 我们在汇制的时候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投资于风险资产 刚才我们谈的啊 你所有资金 全投风险资产 当然这个风险资产呢 是各种资产的一个组合 因为刚才这个面啊 我们形成这个面影面积 它就不是一项资产 不是两项资产吗 是多项资产 它才构成这样一个 这个阴影这个面积 那刚才我们谈的呢 就是你全部投资于风险资产 形成了从X到N的这样一条有效级 但是现实投资的时候 你还可以投无风险资产呢 我并不是说非要去买你股票啊 我买短期国债形成 那现在如果说我投资的时候 市场当中又存在无风险资产 又存在风险资产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是啊 整个资本市场线要解决的问题 你如果进行投资 好 那既然可以投无风险资产 我们呢 在风险是零的 横轴不是代表风险的 那原点这一块代表风险是零啊 风险是零 对应的收益率是多少 好 找到了这个RF 把这一点定义为 我全投无风险资产 对应的这收益率 应该是在这个点 全投风险资产 刚才咱们讲了 是从X到N的有效级 那接下来 我要建立一个关系 就是我投一部分风险资产 投一部分这个无风险资产 我到底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你从RF 作为起点 去做这个有效级的 有效级这个弧线啊 去做这个有效级的切线 这样呢就形成了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就是资本市场线 它代表什么含义 你真正进行投资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这条资本市场线 去进行选择 但是你在资本市场线 进行选择的时候 有一个前提啊 你是做这个有效级的切线 这条弧线代表什么 全投风险资产 它可不是说一项风险资产啊 它代表的是多项风险资产啊 多项风险资产构成了这样一个组合 其实前一条件是我已经投资多项资产 多项风险资产 并且把这个能风赞的风险都分散掉了 然后形成了这一个有效级 现在我有考虑可以投无风险 好 从这个点出发 做这样一条切线 好 这就形成了资本市场线 有同学会有这样两个问题啊 一个 我难道非要去做这条切线吗 我如果从这中间穿过去行不行 穿过去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 你一穿过去 肯定就涉及到这阴影内部了 阴影内部的这些点 都是无效的 你随便找一个点 等风险下 我都能找到比它收益更高的 那干嘛我要投这个点呢 所以啊 这第一个问题 阴影部分是无效的啊 阴影这一部分 我们肯定是pass到的 所以它不能这条线 不能穿过 刚才我们说的整个机会级 你必须是做这一条切线 好 那第二个问题 能不能是弧线 或者说能不能是曲线 我要连接啊 无风险这个点和这有效级 对吧 你要连接这两者的话 我能不能是曲线 不能是曲线 为什么不能是曲线啊 它如果是这条直线 照我多解释一点啊 如果是这条直线的话 咱们假定啊 这资本市场线 它就必须是一条直线 然后又要连接 比如说这是A点啊 又要连接A点和整个有效级 那怎么办 我就只能做一个切线吧 对吧 那如果是曲线 会是什么情况呢 曲线的话 假如说是这样一条曲线 好 连接到这个切点M点了 那就代表啊 现在标准差增加一个单位 你别管标准差怎么衡量 标准差增加一个单位 我现在要求的期望报酬率 它是一直在变动的 如果是一条直线代表什么 你标准差增加一个单位 百分之一也好 或者是这个千分之一也好 我对应的这个期望报酬率 也要求要增高 但是这是固定的 你标准差增加1% 我希望报酬率 比如说啊 就增加 百分之零点五 那你再增加1%的标准差 我还是要增加百分之零点五 这是这直线代表的含义 这是和现实相符的吗 那如果你是曲线的话 好 前面这一段 你标准差增加百分之一 我这边希望报酬率 要求增加百分之二 但是呢 你再增加1%的标准差 我希望报酬率 就要求增加百分之零点五 甚至你再增加1%的标准差 我要求希望报酬率还下降 这就会违背 我们说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 这个道理 所以不能是曲线 也不能穿过这阴影部分 它必须是做这样一条切线 这就解释了啊 整个资本市场线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 它本质上解决的是 我既可以投风险资产 也可以投无风险资产 怎么去投资 在这条线上 你自己选就行了 前边我们讲的是 刚才啊 这多项资产构成的有效级 它讲的是 你全投风险资产 你就在这一段去选 你就在有效级上选 现在我们讲的是 你现在有风险 有风险可以投 你就在这条线上去选就行了 这条直线上去选 那现在有几个关键点啊 一个点呢 是A这个点 或者叫F这个点吧 全投无风险资产 这就代表啊 我所有资金全部投无风险了 我不投任何的风险资产 如果说是从A到M这一段 代表呢 是一部分风险 一部分我投无风险 如果是M这个点 M这个点就在刚才咱们的有效级上 代表什么呢 全投风险了 如果是M点往右 代表呢 我介入资金去投风险 这是代表啊 这个这条线上各个点代表什么含义 那现在关键呢 就是M这个点 M这个点呢 我们称之为是市场均衡点 它叫唯一有效的风险组合 它可不叫唯一有效的组合啊 唯一有效的风险组合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全投风险资产 对应 你只能在M这个点上了 之前我们不考虑无风险的话 回忆一下啊 不考虑 无风险 那你进行选择的话 你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这条弧线吗 应该是在这个有效级 你现在引入了无风险之后 你如果还是全投风险资产的话 你就只能在M这个点上了 因为啊 整个我们谈这资本市场线 它和原来这个有效级就只有一个切点就是M 这是第一句话啊 代表这个意思 另外这个M点呢 我如果要算M点期望报酬率 怎么算 M点 期望报酬率 M是多项风险资产的组合 我求M点的报酬率 期望报酬率 就是针对于这个组合当中 各个点 它的期望报酬率 按照价值比重 价值比重 啊 我在这句话可能说起来有点照啊 你求M点的 期望报酬率 本质上来说 求什么 求的是一个组合的 报酬率吗 M点如果包括ABCD等等 N多项 它全都风险资产了啊 N多项风险资产 那我要求 整个M 你形成这个资产组合的报酬率 就应该是ABCD 各个它自身的 期望报酬率 按照价值比重 价值平均 所以教材会说啊 这也是一个 这个按照价值比重 价值平均得到的结果 好 接着啊 我们再往下看 对于资本市场线 第二个理解的要点呢 它揭示的是 你持有不同比例的 无风险资产 和市场组合 情况下 风险资产 就是你可以投无风险和风险 然后呢 它们和期望报酬率之间的关系 你现在如果全投A代表 我没有任何的资金 投资于风险资产 那你得到的报酬率 应该是RF 无风险的报酬率 随着你投入风险资产的比例越多 你面临的风险越大 你最终的预期的 或者说期望的收益率就会越高 另外啊 我们这个资本市场线的协率 等于它 咱不讲它推导过程啊 考这也不会考这个啊 它这个协率就代表什么含义呢 你说这个协率要让我记 推导肯定不会考啊 让我记怎么记 你记住刚才咱们说的 为什么不能是曲线的 就因为我们投资的时候 每一个单位的风险变大了 我要求的回报应该是一样的 你看除以下边这个 这是不是标准差 每一个单位的标准差 它现在变大了 我要求的风险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RM-RF 我会要求这么多的收益 或者你这样去理解 它代表的就是这含义 只不过它这儿是每一单位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要点 针对于这条线上 你说啊 资本市场线 这是啊 下边这个 机会集 那现在我们画出来这条线之后 我投资 你说这条线上 你投哪都行 根据你个人偏好 那我投这个点 投这个点对应的收益风险 该怎么算 你投这个点代表什么 代表 无风险 加风险 这是一项资产 这是一项资产 你投这个点 其实算的 你要算这个点的预期收益率 就是算一个组合的预期收益率嘛 那好办了 组合的预期收益率 就是按照 价值比重 加价值平均嘛 现在 风险组合 这是拳头风险 期望报酬率 我知道 乘以它占的比重 然后无风险 乘以它占的比重 这就算出来了总的期望报酬率 看起来复杂 但其实它本上代表的含义 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比重 有可能会大于一 为啥 你超过M点之后 代表什么 我借入资金 借钱去投风险资产 比重应该怎么算呢 应该是投资于 风险组合的资金 除以自有资金 比如说我现在一共 自有资金是100 我投风险这一部分 80 无风险这部分20 咱们之前啊 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不从外边借 是吧 那现在我从外边借 从外边借呢 你又借了20 120我全投风险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比重 就大于1了 所以这个Q 是有可能大于1的啊 那后边那个 无风险对应的比重 这俩加起来还应该是1 你这边是120 那你自有的 这个投无风险的 你投风险呢 是120% 你投无风险的 就变成负的20% 这样加起来还得是1啊 所以后边这一块是 1-Q 乘以无风险的报酬率 前面是Q 乘以一个风险组合的报酬率 那这个风险组合的报酬率 本质上还是一个加权平均 你风险组合包含各项资产 ABCD FG 你各项资产 我把他们的期望报酬率 加权平均 就得到了风险组合的期望报酬率 好 这是某一点啊 预期收益率 接下来某一点的风险怎么算 我们现在谈这个组合 你某一点也是一个组合吗 这个组合的风险 在算的时候 其中有一部分无风险 什么叫无风险 没有任何风险就不考虑它了 所以某一点对应的风险 就是这一点风险组合的标准差 乘以它占的比重 就OK了 无风险那一块 应该是你要考虑的 无风险乘以0 无风险那风险是0吗 那这对应还是0 我就不考虑它了 所以总的标准差 就是你这个点对应 风险组合的标准差 乘以这个风险组合 风险资金占最有资金的比重 好 接下来看第五个问题啊 给出来这条线之后 意思是你在这条线上 你怎么投都行 但是你不能偏离这条线 你不能穿过去 也不可能是取线 在这条线上 你自己随便选 你个人 不管你怎么选 对于这条线有没有影响 没有 这条线 是根据什么来的 我只要确定了 RF 还有这个啊 全投风险资产的 这个有效级 我就能确定这条线 跟你个人偏好 没有任何关系 你如果说无风险 收益率变了 那这个切线的位置 也会发生变化 对吧 但是跟你个人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个人态度 只能决定在这条线上 你选哪一段 你不能影响 整个这条线 它的整个形状 或者说你影响 这条线的协力 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 针对于资本市场线啊 来看这儿 标准差 这是什么 期望报酬率 等会咱们再分析 资本市场线和这个证券市场线 有什么区别的时候 就要从这两个方面分析 什么叫期望报酬率 期望报酬率是客观上 我投的话最有可能达到的报酬率 然后这个标准差呢 代表的是 我现在没有考虑什么系统风险 非系统风险啊 所有的风险 我是用标准差来衡量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相关的历年真题 下图呢 列示了MN 两种证券 在相关系统是负1 0.3 0.61 对应的机会级曲线 那其中代表0.6的是什么 相关系统是0.6的 应该是哪条线 咱们刚才说了 你连接这俩点 相关系统等于1 相关系统越小 越趋向负1的话 这个线应该越往左偏 所以啊 MN 这应该是 对应相关系统是1 然后MON 对应的 应该是0.6 MPN 对应的是0.3 MQN 对应的是负1 现在问0.6的 应该是MON 所以答案应该选A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道单选题 已知某风险组合 它的期望报酬率和标准差呢 分别是15%和20% 现在无风险报酬率是8% 假设某投资者可以按无风险报酬率取得资金 将自有资金的 自有资金200万和介入的50万 均投资于风险组合 现在问 总的期望报酬率和总的标准差分别是多少 现在啊 总期望报酬率不就是一个家权平均吗 只不过他现在这个点啊 已经过了M点了 等于是介入资金投资于风险组合 好 我还是代公式啊 风险组合的报酬率是15% 咱们先说报酬率这件事 风险组合的希望报酬率15% 然后乘以你投资于风险资金除以你自有资金 乘以这个比重嘛 我投资于风险250万 我自有200万 好 然后再加上无风险报酬率8% 然后一减去这样一个比重 250万除以200万 这样得到结果应该是15% 乘以一个四分之五 加上一个8% 乘以一个 一减四分之五 一减四分之五 这就相当于是负的减去8% 乘以一个0.25 那最终算出来结果啊 应该是16.75 接下来总的标准差 总的标准差呢 无风险那一块 我就不用考虑了 风险这部分的标准差是20% 所以20%乘以一个 我投资于风险 资产的比重 也就是200分之250 所以应该是25% 所以答案应该选A 那这道题啊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这块就是纯带公式 你理解了啊 我们求这组合的收益率 本质上来说 就是组合收益率嘛 就是按照价值比重 加约平均嘛 你这公式看起来再复杂 它本质的东西理解了 我没有必要去背它 对吧 我带入相关的数据算就完了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加约平均 再来看17年这道单选题 当存在无风险资产 并可以按无风险报酬率 自由借贷时 下列关于最有效 风险资产组合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最有效风险资产组合 是投资者根据自己风险偏好确定的组合 这一块同学们啊 可能觉得文字类的题啊 做起来非常头疼 你带入我们之前说的图 一看说无风险 存在无风险资产 那对应的就是资本市场线嘛 那最硬资本市场线的话 他说最有效的风险资产组合 应该是M点 这个点是不是根据你自己偏好确定的 不是 你单纯读这句话 你可能读半天啊 你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一定要画出图 M点是不是根据你自己偏好 不是 你只能根据偏好在这条直线上选 你改变不了情况 B 最有效的风险资产组合 是风险资产机会级上 最高期望报酬率的点 这个阴影啊 是整个的机会级 整个机会级上 我们选报酬率最高点是这个点 你这个点是不是M点呢 不是啊 B是错的 C 最有效风险资产组合 是机会级上 最方差最小的这个点 那显然也不是这个点呢 咱们说的是M点呢 它既不是说 我这风险最小 也不是希望报酬率最高 D 最有效风险资产组合 是所有风险资产 以各自的总市场价值 为权重的组合 这个是正确的 说的就是M点 M点你要算它的 希望报酬率 也是按照价值比重 加均平均 D这个表述啊 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看这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两种证券组合的机会级曲线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 就是两种证券 而且是机会级啊 这就涉及到相关系数的问题 如果说相关系数越趋近于1 那整个这条线呢 就越向左弯 如果说相关系数是1的话 那就是中间这一段直线 曲线正确的点均为有效组合 这是错的 你如果相关系数不等于1 曲线是这种形状 那这一段才是有效的 如果相关系数等于1 那就不存在说机会级和有效级的划分了 那机会级和有效级就重合了 B 曲线上报酬率最低的点 是方差最小的组合 报酬率 如果说相关系数不等于 报酬率最低的点应该是它 但是是不是方差最小了 不是 越靠左方差越小吗 所以这个表述也错 C 两种证券报酬率的相关系数越大 曲线的弯曲程度越小 这个表述正确 因为相关系数越大 代表什么 代表越趋近于1 等于1的时候 那就没有弯曲程度 就是一条直线了 然后两种证券 这个标准差越接近 说曲线的弯曲程度越小 这个表述是错的 我们要看两者的相关性 两者标准差越接近 并不代表相关性越强 你比如说 我把这个标准差绘制出来 这标准差是不是波动性 标准差越接近 说的是大小越接近 并不代表波动的形状越接近 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一个是这样波动 这是中间的这条 期望值 根据期望值这样波动 波动的并不大 另外一条是这样波动 你要单看两者这个标准差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就偏离程度 只不过一个往上偏 一个往下偏 那如果画的这个标准一些 可能这两者标准差 这都是一样 但是呢 你要算相关系数 可能就是负一 你相关系数是负一的话 温新程度应该是最大的 所以D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21年的 这道多选题 假证券的期望报酬率是12% 标准差10% 以证券期望报酬率20% 标准差15% 没有给相关系数啊 不允许买空卖空 下来关于假以证券投资组合 说法当中正确的事 那现在我们把两个点 大致画出来啊 以的期望报酬率更高 以这个点在上方 假这个点呢 在下方 现在纵轴代表的是期望报酬率 横轴代表的是标准差 因为没有告诉我相关性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连这两个点 如果相关系数等于1 这两个点啊 我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 这就是一条纸线 如果相关系数不等于1 越往左偏就说明相关系数越小 那现在你别管相关系数是怎样 我整个报酬率的区间 是不是就在12%和20%之间呢 所以A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B 标准差介于10%和15%之间 这是错的 因为如果我相关系数不等于1 可以分散风险 组合的标准差可以比其中一个的标准差还要低 所以B表述错 C 最小方差组合是百分之百头假正确 不是啊 如果我向左偏 对吧 我可以比你假更靠左 C表述错误 D 最大期望报酬率组合是百分之百头 以证券 这是正确的 就期望报酬率最大的应该是拳头以嘛 所以这道题啊 应该是选A和D 好 我们再来看18年的一道多选题 下来关于投资者对于风险态度的说法当中 符合投资组合理论的 我们现在讲这个资本市场界啊 就是属于投资组合理论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他的投资都是无风险和最佳风险资产组合的组合正确 因为我们绘制这个点 首先讲了一个机会级 这个机会级的假设是什么 这个机会级的假设是全投风险资产 然后上面这一段呢 这是有效级 然后再考虑我投无风险 形成了这条线嘛 形成了这条资本市场界 所以我现在在这条线上你选择 那就是无风险和风险组合 构成一个整体的组合 A这个表述正确 B投资者在决策时不必考虑其他投资者对于风险态度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你投资者对于这条线没有任何影响 你也不需要考虑别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别人投哪个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C选项 当存在无风险资产 并可以按无风险利率自由借贷的时候 市场组合优于其他风险资产组合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就等于啊 原来我只绘制了什么 绘制了这个机会级 然后得到这一块有效级 那如果没有引入无风险资产的话 这一段有效级都可以投 但现在呢 我引入了无风险资产之后 无风险资产和有效级的切点 就是这个M点 代表意思是你要全投风险资产 就只能投M点了 所以这个组合 M点这组合就是市场组合 它是优于其他风险资产组合 其他风险资产组合指的 前提条件是我全投风险啊 全投风险可能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原来这段有效级当中 你投什么都行吗 但是现在不行了 你如果全投风险的话 就只能投M点 它是最优的 好 第一选项 投资者对于风险的态度 不仅影响介入带出的资金量 还影响最佳风险资产组合 这是错的 投资者你不会影响 这条线的形状 这条线怎么确定呢 两点确定吧 一点是无风险 这个AAF 另一点就是AAF 你不会影响整个这条线 也不会影响M点它的位置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ABC 好 再来看这道多选题啊 现在A证券期望报酬率12% 标准差15% B证券呢 这个期望报酬率是18% 标准差是20% 投资于两种证券组合 机会级是一条曲线 有效边界与机会级重合 就说明相关系数等于1 看这道多选题和21年的很像 只不过这道题 它这句表述有效和机会重合 就说明相关系数是1 明确了相关系数啊 那明确相关系数之后 最小方差组合 应该是什么 明确相关系数等于1 这就是一条直线 最小方差组合 应该是全部投资于A 证券 咱们把A和B的位置画上来啊 你就看期望报酬率 B的期望报酬率高 B在上面 A在下面 那现在最小方差组合 意思是风险最小的点 应该是最靠左 横轴代表的是 不要理解吗 最靠左就是拳头A 最高预期报酬率 拳头B 正确 你就看这条线 两种证券报酬率的 正相关性较高 分散风险化 效应较弱 这个是正确的 就没有任何分散风险的效果啊 可以在有效级曲线上找到风险最小 报酬率最高的投资组合 这是整个曲线 这就是有效级和机会级重合 你上面能不能找到一点 风险最小 而报酬率又是最高啊 不行 你这风险最小 报酬率就是最小 不可能找到一点风险又小 报酬率越高 所以这道题选ABC 好我们再来看这道多选 下列因素当中 影响资本市场线当中 市场均衡点 就是影响M点位置的有什么 无风险报酬率正确 这一点是怎么来的呢 还是讲我们整个推导过程 首先你把所有的资金 都投资于风险资产 而且这风险资产 你就理解为是投ABCD 很多种股票啊 这些股票也是不同行业的 等于你投资于很多项风险资产 形成了这样一个机会级 而这一段呢 又是有效级 接下来市场当中 我还可以投无风险 好又确定了这个点 从RF开始做 整个有效级的切线 得到这个切点 这就是M点市场均衡点 那你说和无风险报酬率 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无风险报酬率上升了 你这个切线位置 肯定会变的 然后B 风险组合的期望报酬率 这个肯定会影响你市场均衡点的位置 这风险组合就相当于拳头风险的话 你的所有资金 拳头风险资产的话 期望报酬率会是怎么样 它会影响你原来这整个的机会级 也会影响有效级 风险 风险组合的标准差 它会影响跟刚才这个B选项一样 就等于B和C 它会影响这一块 这个阴影面积 它可能会往上了 或者整体往上了 整体往下了 或者整体往左往右 所以它会最终影响M点 个人偏好 这个不影响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A B C 好 这样呢 针对于资本市场线这个问题 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资本市场线这一块呢 同学们可以多听几遍 你要连着之前的内容 为什么我们讲它 我们是从组合的收益开始 组合收益很好理解 组合风险就涉及到 我要考虑各项资产之间的关系了 我投资于不同的资产 可以分散风险 接下来我怎么投啊 不同这个资产 我现在各投百分之多少 接下来就引入了 两项资产的机会及有效级 进而引入了 多项资产的机会及有效级 然后我谈多项资产机会及有效级 还是全投风险资产 然后我又把无风险拿入进来 我还可以投无风险 这样就形成了最终的这个资本市场线 形成了这个资本市场线之后 对于我整个投资就产生了影响 我不需要考虑其他投资者 他们的风险偏好 我现在要做的选择 就是在这条线当中去找 我到底是投哪一段 所以投资决策啊 就分成两步 一步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 机会及划出来 判断有效级 然后绘制出来这条资本市场线 第二步 你在这条线上 根据你资深的风险票 做出选择 还有就是对于M点的理解 经常考多选题的文字 画出图 然后ABCD 结合着图 你去分析 他到底想说什么 好 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